已经开始 好 天皇姐妹平安 我们开始 四福音与耶稣生平 我们来认识这一段 好 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成为何等亚的人 我们生命被改变 都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 你在两千多年前 你将你的生命倾倒 你本来是没有罪的 为我们承受一切的罪 你本来是无限的 没有时间空间的 但是你为我们成为人 受时间控制 空间控制 就是为了我们成为有限的 好叫我们 你为我们 你本是丰富的 为我们成为贫穷 好叫我们 可以 因得你成为贫穷 我们却成为富足 我们赞免你 主要今天 我们要开始连续十周 主要透过你圣灵感动 所漠视的圣经 四福音书 我们来认识 不但让我们在知识上 多额又多认识 我们所信仰的是谁 更让我们在生命中经历 耶稣你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 因为你是昨日 今日到永远 不改变的 主要说的 听的 让我们都受一个灵的感动 真理的圣灵 欢迎你来 带我们进入你的丰富 更带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 好叫我们活的就是耶稣 也是真理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也恩待我们 不论我们在线上网上上课 或者在现场上课的 让我们都有够用的恩典 也有够用的体力精神 主也更将属灵的悟性赐给我们 使我们真知道祷告靠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感谢主 那个 我们先看一节圣经 尼迦苏第一章第二节 尼迦苏第一章第二节 尼迦苏是在 小先知书 第一章第二节 第一章第二节 对 好我来读 万民啊 你们都要听 地和其上所有的 也都要侧耳而听 我再读一遍 万民啊 你们都要听 地和其上所有的 也都要侧耳而听 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 要见证你们的不是 我为什么会分享这一节 这也是我今天早上 灵修的 我所得到的 刚好这边讲说 都要听 地和其上所有的 也都要侧耳而听 其实神从古到经 透过大自然 透过整个世界 都在向人类说话 只不过我们被地上太多的事 地上的现实 我们常常让我们听不清楚 也搞不清楚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真的是希望像自己 我自己今天早上打话 说主啊 帮助我 让我真的 我有耳朵 让我听该听的 不要去听不该听的 好 我先简单的介绍我一下 我自己啊 我姓邵 叫做邵 我中文名字叫利克 那那个英文名字是 Ruiz 那我是 我是在台湾出生 那我爸爸是浙江人 我妈是江苏人 他们在49年到台湾 那我爸是船员 那我怎么会成为基础 跟我妈妈影响很大 那我妈妈就是一个 农村的一个妇女 到了台湾 他他小学二年级都没读完 所以他文化很低 那我爸爸是船员 在当时台湾 因为船员的待遇 因为船员是生活 怎么讲 他没有家庭生活 船员一出去就两年 一出去就两年 就跑全世界的商船 他一出去两年 他最久 我记得最久 我三年没见过他 出去三年 那回来大概就是会一年 就出去两年三年 那做船员太太真的很幸福 但是我们在台湾 是台湾最北部 有一个城市 就离台北才二十几分钟 三十分钟车身 才十几公里 很近 那那个 那个叫基隆 那你住的几乎都是船员 那我妈妈 她 她很晚才生我 那因为前面有小产过两次 然后她生了我以后 接了一年半 我弟弟也出生了 可是我们过了一年多 就等于她一岁多两岁 我差不多将近三岁 我们两个都发高烧 那烧了 退了以后 我就是每年大概到 就这时候 快到中秋节 我就会发高烧 大概到超四十度 所以我记住 我既有高中 我到高中三年 我在中秋节 也几乎都是在急诊室 挂点滴 因为发烧 最烧到可以到四十亿多 整个人就晕了 就北刀穴发烟 这个大概就那时候 小时候发烧 影响力 那我弟弟是比较严重 他就变成 他烧了退了以后 发现他不会走路 就变成 那叫做 我们台湾有名称 我不知道你们国内 是不是叫 叫做小儿麻痹 也是叫 那我弟就得 得小了 好 那我爸 我妈妈 因为我爸是船员 他就出海了 那就我妈一天 那发现 老二 小儿麻痹 那对他来讲 他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女子 老二觉得 哎呀 我好不容易得了一个 得了两个孩子 当了很高兴 那没有 老二变成 有一些缺陷 他开始 他本来什么都 就民间 就是国内 也是一样 乡村 就拜拜 但是没有 很拜的 但台湾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地方 庙晚很多 他就开始 哇 在那个城 我们的附近就很多大庙小庙 他就去拜 所谓的拜 然后就拜到台北 台北又一直往南部拜 一直拜 拜拜 可是他越拜 他就开始造成他 心里面什么样恐惧 他为什么会恐惧呢 他觉得 我是不是得罪哪一个仙 我没有拜他 所以造成他开始失眠 那孩子事情呢 他又听他们传说 那迷信 你拜了什么 他们曾经有怎么样 什么病就好了 他说你就是这样 这时候 没有 我的姑妈 我们在台湾唯一的亲戚 就是我爸爸的大庙 他那时候信主 他信主 然后就跟我妈讲 说你要不要礼拜天去教会 我妈马上就回答 去教会 他那个都洋人性 他说那个去教会 我们不孝责 就不要祖宗了 因为要到拜祖先嘛 特别逢年过节的人一定 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的 他就 他说不行不行 可是我姑妈也蛮有智慧 他就跟我妈说 他说 我叫你去教会 看看啊 听听啊 交交朋友 我没叫你干嘛 他说我看你都睡不着 你这样不行啊 你这样会会会会垮掉 你要出去 你不要整天想 看你一直跑庙 哇 每天就就就就赶场 不行这样 好 后来 后来还决定说 礼拜天 刚好他邻居 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基督徒 就把他带到教会去 他一去教会 当然唱诗歌 诗歌本打开 看不懂 当然不会唱 听到也听不太懂 可是他觉得就那个教堂里面 有一种 出了意想不到的平安 很安详 很静 所以那个蒋万道牧师 就说我们 我们祷告 他一祷告 他他心里也在末道 他说 他说耶稣 他们都说你 他说如果你是活菩萨的话 你就让我今天晚上好睡 没想到 他又怎么样 他第二天搞一想 他真的就睡隔夜觉 他想 这耶稣这么灵 达拉玛一想 可能臭小 可没想到 他那一个礼拜都睡了 他礼拜天 到晚就又想去 就去听 去听 慢慢的 他决定还要信主 那感谢主 那我们教会 那时候就有很多像这种妈妈 那时候在台湾 都是从大陆 跟着国民党 说那时候 他们所谓的就是 要到台湾来 那很多都是不是什么字的 那我们教会就开 因为很多这样父母 都中年父母 他们就开四字班 就一节一节圣经来读 来背 然后认识 我妈就这样子 感谢主 你知道我妈妈 她圣经可以熟到 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Google 我一算了 我进神学院 已经是42年前了 我说 有这么久 那那个 我记得那时候 我就打电话 我妈就会跟我讲 这立位记 几章几节 然后 这是弥加书 圣经很熟 可是他不能读报纸 他真的读不懂报纸 但是他圣经 就像每天 他读很慢 一个字一个字 虽然他已经四字 可是他几乎读过 他都有印象 那我妈就变信主 我信主 当然我在那个环境里面 那我妈是一个祷告的人 她一天最少祷告四个钟 到年老最后 祷告到八个钟 我们家的那个沙发椅 他跪在沙发 长的那个三个 那都给他跪到两个洞 那他都跪在地上 我们那时候 台湾很流行 日本的榻榻米 他知道榻榻米 我们用榻榻米 大概一尺半 或一尺长 这样的一个长的 就我们教会 祷告店 都是用榻榻米做 所以家里 他们就会多买一些 在家里 都不要贯穿了 不知道几点 我说这些应该留下来 那他是一个祷告人 那所以我文印象很深 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讲说 她叫我的名字 她说立刻 你是长子 我已经把你奉献给上帝 所以你长大要做 其实我们家是从小 因为我妈姓主 她自己读 我们家的孩子是早上没有读圣经 不能吃早饭 我们一定是先读经 我们家 那我们那个教会也比较是 所谓的比较近前派的清教徒 我们家像这样的 你们家很多很多教堂都是这样 以前老师的教堂都是长椅子 现在都比较是现在剧场 那以前就讲中间的 我们是弟兄这边 姐妹这边 弟兄姐妹 这个还不算最保守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更保守教会 弟兄姐妹中间有那个 不是墙 就是窗里 我知道早期 因为我在八几九二八八年 我去国那时候 有一些农村 他们是这样割的 现在国外 还有一些像中东啊 非洲有些教会 还是这样子 就很保守 男女玩也 好 那我是在这种背景 那我永远印象很深的 那个我们教会是 我妈就从小训练我们 我们要礼拜天到奉献 所以我们到先 礼拜天就准备好 那钞票一定是什么 最干净的 那我们 我们教会就说 上帝不是乞丐 不要打一张最破的 或者是就丢到奉献 你不是说敬畏神吗 那我们从小被训练 我们所有新衣服 挖挖你 那个袜子是什么 第一次穿 一定是主日崇拜 将最好的献身 因为你要去朝见神 好 这朝见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像我们现在 特别是在美国 可是你要知道 还是有很多进行会 掌握会 像我们生命和领养堂 旁边有个美国很大的一个 进行会 他们礼拜天 哇 这种天多热啊 他们男的 你看你小朋友都是西装 全部都 而且他们头发 一定都会涂油 弄得很干净 女孩子一定没有 没有所谓的无袖 全部一定是长裙的 你一看就是 哇 他们就认为说 你见总统 你会穿着短裤去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来敬拜神 所以是随随便便 我不说这代表什么 因为心更重要 可是可以思想一下 那我从小到现在 我儿子 那我太太家 因为我岳父也是牧师 他的教导人家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我们俩来说 所以我们孩子到现在 他们也都这样子 那我并不是说 这跟得救部 得救死定部 都没有关系 乃是你自己一个心愿 那可是我的确 看到那些 一些美国的教会 比较 他们到礼拜天 还在穿着 我在我们教会 像我看我们英文部的师母 他比较都穿着 可是他礼拜天 哇 一定都是套装 怎么样 那你会感觉 因为你 你等于尊重 你到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为什么见总统 或者没有婚礼 或者你要穿着一些特别 那代表一个尊重 那所以我这个就受我们教会 跟我妈妈影响很大 那我妈特别跟我讲说 你要奉献给上帝 哇 我那时候是很被判 那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 十岁我就跳课 我为什么跳课 你知道小学国语课就要开始背书 对不对 背 我那时候讲了一句话 我也不懂 为什么不讲 我说你们长大不要做民人 免得害你们的下一代 什么意思 我说你看看 你为什么要背这个文章 都是李白书有名的 朱志青书有名的 你没有出名 人家干嘛读你文章 那我说你小学 你当了名人 你又会害后代 我说我就受他妈妈害 我那时候就这样子 小学 我记得我一直到高中毕业 我文都没几个过 我绝对不背 我现在会背的都是因为读神学 为了传福音来开始背 但是我说我刚才背人家呢 我说我也不会要求别人来背 我说 为什么 我说这什么教育 为什么教育要背这些文章 不懂 所以我妈特别跟我讲说 以后你属于上帝的 你是长者 我说什么时代的奉献 给上帝 我说 就觉得 其实像刚刚吃饭的时候 有人在提到唐崇仑 我记得我中学就听唐崇仑讲到 那时候我就好奇是他不招 我都很深的感动 但是就是因为我妈这句话 我绝对不会出来 其实我知道我不招 但是我是一直到我大学毕业 我在一个叫世界早上会 你们国内叫宣明会 World Region在美国做很多 那我在那边蒙招很清楚 神的话灵到我 其实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第九章 我说要收的庄家多 做工人少 因为我在早上会 早上会做很多救济 我大概在早上会一年多时间 我台湾的每一个原住民村庄 三百多个村庄我全部跑路 非常穷 我们帮他们签村什么什么 我就看到 但是我发现说给他物质 生命没改变 重点是要福音才能改变 所以我就跟祖说 我说啊 求你猜浅更多的传道人出来 后来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坐火车 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里面突然一个声音 就在问我说 打发工人 那你干嘛 我说主啊 我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台湾 我那时候台湾的传道人很苦 这个所谓的穷传道 很苦很苦 我那时候就立志说 因为我读了一个 清晨多夫 讲你们读 读那个一些宣教史的话 一定会读到 他们在欧洲一百年时间 他们也是在清教图 他们很厉害 他们大概整个东欧的宣教 都受到敏仰 就想我们三个人 假如我也清楚 你们也看到 神要我去南斯拉夫宣教 可能我带我的家人去 可是我去 谁支持我们 那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去把你们所赚的 我们等于是 加起来处理塞 他们就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 他们那个宣教施工 一下子到好多 整个欧洲都变不变 一百年 不用就传很快 他们就这样子 那时候 我读了这些 我就说 主 我看到我们的传道人 哇 这个很辛苦 我以后我吃什么 我传道人吃什么 我开什么车 我传道人就要开什么车 就是这样子 可是没想到 那一天在工作场合 我连续三天晚上不能睡觉 那句话就说 大发功能 少尼哥 你不是功能吗 就有一个问题 那我从那时候是在台湾东部 那我那天坐飞机飞到台北 去我们展望会总部报道的时候 那工作报告完 晚上就回去 回去之后 我马上去找我们牧师师母谈 后来第二天 就安排我谈起了这个辅导哥哥 他是一个医生 他认我属灵生命影响很大 就跟我分析 然后一起祷告 我就很清楚 就想到我以前 我怎么样 因为是悖逆 其实神的呼召一直有 但现在只是 那我就决定 我记得那时候台湾的中华复兴神学院 我是你们王牧师的学弟 他是第十届 我十四届 那他那时候 就是他还有两个礼拜就截止报名 报名 后他们就说 哇你怎么考不上 我说没关系 就感谢主的恩典 我是被取胜 因为没时间准备有两个礼拜 华士还蛮难考的 那我同班同学 有三个 他们都 都那个已经提早半年辞职读圣经什么 两个没考上 那我这样没有准备 我说哇 只能说神特学 后来我还记得 特别经过这么多年 我发现神简简简软弱的 我这次各方面 我读书什么都没有 你们都知道 我那读书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我特别读到华神 哇都是台大硕士 刘美硕士什么 他们都工作都很厉害 可是神就让我重新 那我感谢主我蒙昭以后就在华神 华神三年 我们是全部要住校三年 那三年 那然后那个 我在台湾 那时候在二年级就开拓 那个步道士 然后后来在台湾 我这是19 八 我是1988年神医院出来 然后一直到1997年到美国 那时候身体不好来美国 我就去 后来他们说 你现在来美国 那我两个老师 就是以前叫台福 后来现在叫正道神学院 他们就叫我去读那个教末博士 把人说深造 你该 你已经不会超过七年了 各种 感谢主 我就去里面进修两年 两年毕业 那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报告我没写 然后论文还没写 论文没有时间 那时候就开始 我一个学弟 华神学弟 那时候在生命科里养考 他请我去教那个成人族学 我教了以后那种 Orendel 刚开始 那他是刚开始去见的 但是他没有要去 他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去帮忙 我去得到一年时间 那我太太也去 所以我们就决定 2000年就加入生命科里养堂 所以我们就2000年 然后就7月就蒙差遣 就到Orendel里养堂去 那一去那边一年以后 第二年 2002就在Orendel建堂 其实建完堂 教会就分裂了 感谢主 那我们 我去的时候 三十多人 是借一个 一个那个 叫做 华商 华商会的一个会议室 比这个还大一多 那我们那时候 三十多人 感谢主 一年多 我们就成长到 快到一百人 那建堂完 就搬去 那搬去 就分裂 他们主要分裂 主要就就来跟我谈说 萨姆斯要不要这样子 我们 我们想用那个 进信会 会有制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 有没有人进信会 那今天会有制的意思 就是说 他们的执事 会主席 是平信徒 那牧师只管牧养跟教导 那所有行政工作 什么都是由弟兄姐妹 就分得很清楚 恩公 那长老会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历史 有没有读到这些 长老会就比较不一样 那个像 像那个 每一个教派有他的不同的 那灵阳堂是牧师制 牧师代 好 他们就跟我谈 我刚才讲说 我说我这个没有问题 你如果参加哪个教会 这没有对错 是组织的问题 请你顺从 他们就跟我谈说 牧师代 我们现在欠生命和灵阳堂 因为我们建堂嘛 那生命和灵阳堂就贷款 无息贷款二十万 一个月只要还一千 我们那租场地 一个月都花两千 结果自己建堂 一个月只要付一千 感谢主 弟兄姐妹也 勇于奉献 我们也收了现金还蛮多的 那只欠二十万 他们就说这样的好不好 我们把那个钱 全部那个筹齐了 我们就脱离灵阳堂 这个就不谈了 那就那边的时候 就开始大家冲突就出来了 后来到这时候 后来我就跟刘牧师报备 刘牧师就下来就谈 一谈 刘牧师讲得很清楚嘛 那如果你喜欢进行会 那你就去进行会 你喜欢张老会 你就去张老会 对不对 那你喜欢什么会 你就去张老会 但是你既然来到尼牙堂 尼牙堂有尼牙堂的 管理制度 有尼牙堂的幕会的组织 那然后他说 那你们既然不愿意 跟从尼牙堂 那你们也不愿意 听邵牧师的 那你们怎么样 你们就干脆离开了算 哇好像这有点 那我一替我撒住了 好刘牧师讲完这个他走了 那我就很惨了 跟着我太太 他们就开始 好这不只是惨到这种地步 包括开始他们针对我太太师母 一些冲突开始 哇他就跟我讲说 你要在会堂里面讲关于一些事情 如果有谣言我就跟他讲说 不行 讲道是讲神的话 讲道不是来处理 没有所谓是非 他们都有一些观念问题 这个至于用什么字 什么字跟真理没有关 那我说我们就好像那个 我们现在点水里了 还是进水里了 那你进水里倒是往后打 还是往前打 那倒在池子里还是要到河里 那河里不行 还是要到约旦河对不对 那时候这个产生教派都这样子 很多人是为了 就这样一点教会分裂 这个就人就以为 我们把一些不是绝对真理 当做绝对真理 这跟得救得胜 这只是一个制度 而且习惯 你看你到非洲 那非洲 非洲人他们奉献 是唱着歌 又跳舞 一个人上来 他们奉献不是奉献箱 他就在盘子钱就丢上 每个人都知道你奉献多少 那到底说他这个不锁灵 可是哪里看圣经 耶稣好像在当时奉献都看出来 有些人那个伴总会说 那个穷寡物两个小钱 所以这本来就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都炒作 这个都人的自私自傲 自以为是 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们就把它打成一端 永恒教会就这样子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想我们来上这个课 我很快要介绍完我自己 因为现在这一部分 对我印象很大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就这样冲击 我就跟师母中间 就开始越来越的战 后来到那个05年就跟我讲说 04年 他说 我已经决定了 你当初我们有一个约定 就是说我读完博士班 他也要去拿 因为他是读 他学音乐的 他拿音乐博士 而且他就是要读Stanford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都几岁了 我说我没有拿到博士 我只是修完课 论文还没写 他说论文是你自己不愿意写 那我自己觉得 第一个我英文不好 因为他论文要有英文 第二个还要 要花一般写论文 大家都花三年时间 我根本没有 那我真的觉得感谢主 我真的觉得 那博士班密集课 两年我学到我该学的 也把整个圣经 更能够神帮助我 更能够融会贯通 可是论文我知道 我不是补书掉 我进不下来 因为以前书 没多少墨水 论文 哇那个就是要修识学各种 你要去 那很轻的 我说我没有办法 花这种时间 他说那不管 后来我就跟柳牧师报备 柳牧师说 他也够辛苦 那教会这样分裂 就吵 那就让他休息了 所以他就回来加州 因为他爸妈在这边 然后他就去修课 怎么样隔了一年 他又回到那边 我是因为一清 我一次是拿i20 所以我是拿学生年的 后来因为他是公民嘛 然后就用这样子 后来到第二年就是通知来了 他说我可以办公民 要不我办那个绿卡 要去面谈 所以他就从这边坐飞机去 我们就去办 办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我会跟你谈一件事情 他说我不要再做师母 你不要再做师母 我说师母 师母不是一个职业 师母只是一个称号 对不对 没有什么啊 你做不做 你不做 你下部都已经回家做了 你也没有怎么样 也不是说像邮教会 师母一定要会失钱 所以邮教会请牧师 他那师母一定要会弹琴 师母会弹琴 不请 他怎么游 游真的是 他要买衣送衣嘛 哈哈哈哈 然后他跟我讲 他说你要 你一辈子就木头人了 我我跟你分开 这么严重 他说什么严重 你只想到自己 他说你会是一个很好的牧师 弟兄姐妹都会很爱你 因为你很有 passion 可是他说做你的亲人很辛苦 他就问我说你大儿子多少活动 他打球 他音乐会 你参加过几次 我说他说你多少时候打印而去 不是人家家庭有问题啊 或住院啊 已经送到急诊室 你目的不去 我这个都有讲 对啊 是啊 他说我又没说 我说你有去看的 这些家庭多感谢你啊 可是你儿子怎么看你 但我说 我们都很清楚啊 我们自己选择的路你要面对 对不对 那他说 那对很多 他反正 我已经傻住了 他没想到 他是坐夜班飞机 飞到佛罗里达是早上到 我们半晚他下午四点飞机就离开了 就这样了 后来我就跟刘牧 他一跟我讲 我就哇这事情大调了 打开 从我那时候 我就把那个佛里达的房子 我整个就关起来 只有一个念头 就像以利亚 就像寻师 那时候瓦斯 我把瓦斯打开 我就准备放一把火 那在教堂的那个宿舍 我这样啊 就这样放的时候一首诗歌 他必得救的这个歌 拯救你 那时候整个心被深的爱 我觉得那时候 突然就 我几乎没有看异象的经验 那是神灵第一次看到一个印象 就看到一个很清澈的鱼 有一艘快艇 他一过去的时候 那个浪就起来 那烂泥巴就从水底浮出来 烂树枝 反正所有在水底里面的脏的东西 任何你看不见的以为那个水很清 通通都少来 我一看这边 里面就有声音说 你以为你是尽情 你以为你爱你的家庭 你爱神 但你生命中的那个自我 什么都从自己出发点 你都算没有发现 我就发现说 如果我太太 她没有决心要离开我 我都以为她是乖乖的 我就永远就觉得说 我还不错 但是她说 她跟我讲说 我已经有两个儿子 我希望有第三个儿子 我后来明白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找到 我怎么都要 什么都要她做 什么都要她 都要靠旁 她这样子 后来感谢神 不但如此 整个生命和整个领养 他们的大家庭 那时候 我们办那个牧者课会 台北的周神柱牧师师母都来 他会有一百多个牧师 周师母当了之后 他说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 刚刚那个 那刘牧师安排一个时间 就分享 我刚刚那一个人跟我太太分担 他就讲 然后那周师母就散打 他说 我们的童工 今天我们 邵医克牧师 他是我们的童工过去 但我现在想请问大家 我们每个人 都有软弱的地方 但是很多软弱的地方 别人都不知道 可是邵牧师这件事情 他特别在华人界教会 那你们愿意不愿意见到他 他还是我们的童工 有任何有问题的都会提 就没有 他说都接纳 如果都接纳 他还是我们的童工 就站起来 就全部站起来 然后他就 好 上司庆山 主席站 来 我们来为上司祷告 求主联敏汤 也求主银桃汤 好 然后那周牧师就跟我讲 他说 你未来准备什么 我说我想回台湾 因为我来美国八年 就还没有回过台湾 我准备回去 好 就 那感谢主了 我就跳了 那后来我就在生命河 我就到第二年 刘牧师突然跟我讲 他说 邵牧师啊 那个昨天 我们的理事会开会 他们想 请你在生命河 一起帮忙做一些事 我在那边 从一年时间 就当义沟 那他就 我住在教会里面 就帮 做 别人没做 那那个 后来 哎 没想到说要做事 理事会看到 他们提出来 那就慢慢就叫 那我一直到15年 就 回台湾 因为我妹妹有问题 所以我15年 从生命河 那个辞职的 那17年 那时候 你是Aulando 17年 10月Aulando 10周年 2 2月份 那时候 所谓的我前妻 他就 text给我 他说 阿兰多林洋堂 要20周年 他们请他 去弄特会 去念师班 他说 我这没有问题 跟他们说要办 特会的内容 或者应该 三天的活动 他说 这个你比较行 你要不要那个 帮他们建议一下 我就回 我们很少别 除了孩子的事情 我就回 我说第一个 我早就离开 他在奥兰多林洋堂 不是他的牧师 跟我没关 就界限去 第二个 他们是找你 不是找我 所以也跟我没关 第三个 谢谢你 愿意来问我 我没有答案 看 就完全就 好 那接下来呢 隔了几天 还有一个 我们台湾的都用LINE 他说 这样的 他说 我们既然在哪里跌倒 要不要 我们就在哪里 站起来 我一看 听不懂 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隔了一天 一直就说 因为他说 回奥兰多 因为我们在奥兰多分手 然后他说 在哪里跌倒 我们既然是 有二十周年 要回去 是不是 他就要问我 哇 好 我就回他 我几乎都不会用英文回答 那天就用两个英文字 Good idea 这好的想法 就没事 接着三月 刘牧师到台湾特会 他打电话丢 他就问我 他说恭喜你啊 你要护婚 啊 我要护婚 我说我怎么知道 只是讲 就没有 我们就没有再提过 那好 那到了 后来刘牧师说 他去嘉义 领那个嘉义的 领导会特会 他说 不是 他们那个 那个 信义会 陆路德州 信义会的 宣教特会 他说 他有三天 他说我如果有空 去找他 我去找 就跟他谈 他就问我 他说你怎么样 你有什么打算 那既然要护婚 拿你们去 Orlando护婚吗 他不用吧 他说你的孩子 或者你的岳父母 都在这边 你就在生命河 互分 然后到Orlando去做见证就好了 可我说 我不太可能 因为他跟我讲 我根本没有考虑说 要马上互分 因为那时候台湾 我记得那一年 我记得很清楚 2017年的4月16号复国节 我才帮助那边一个教会 我自己以前的教会 有一个步道所 已经关了十年没有传到的 我就去 因为为了我妹妹的缘故 那我去那边 重新开始 我们从祷告会开始 从小祖 从那个 慢慢 我想说4月16号 第一次的祖物重办 我说 如果我复婚了 我不可能复婚 我人在台湾 他在美国 那我说 我就想说 我教会到还没开始 然后我就 教会一成立 祖物崇拜 我就要复婚 然后我就离开 我说这不是我的风格 那我说 那他说 准备哪一年 我说等三年 我本来是预计2020年 他说 人家已经给你楼梯下了 你等三年 你以为人家还有这个火 那我本来就想 那时候就老我 老我说 又不是我要 他问我了 我说我还没有 那不等就算了 好 后来 他就想讲 没想到 他回来 有两个礼拜 有一个姐妹 就Texco 他说 我是邵牧师 不知道他说 他是谁 我认识他 我是刘牧师 请我当你跟 安娜师母的 复婚 marriage管理 他说 我们要提供几个时间 你觉得哪个日期啊 我说 哇 这刘牧师做事也太 后来隔两天又说 他说 所有借用教会场地 问你什么 你都是 这是你私人借 但是 刘牧师说 你的事情呢 算是教会的奋心会 他说这是一个鼓舞 神是史无变味 是叫死人复活的 所以 就是一个见证会 就是教会办的一个活动 所以你们不要任何的开销 好 这边我不好意思 我差一点 我说我会回台湾吗 那时候 因为我妹妹得这个 幻想焦虑强迫症 我让大家知道 他不见任何人 他大概那时候已经 他是写程式的 电脑程式 他已经六年没上班 他最后一个 工作不到一年 他辞职 辞职我那时候 你为什么辞职 他说老板偷看他写的程式 我说拜托老板偷看 你老板请你去 你为老板写的 他说 他这个 这老板也是留美的 还不懂得尊重个人隐私 他你可以是 我写是你的 但是你要看我要跟我打招呼 我 程序 我说是是是 所以他就不爽了 就把老板开除 一开除就没有工作 他本来 本来人际关系就很糟 那 他不跟人来我 后来他就变成那个 后来你要知道 工作没有六年做痴三空 对不对 各种 那我们是教会的老牧师 他今年刚好今年一百岁 他看完这样子 所以我说我们有一个那个 布道所已经 已经那时候空的 因为没有传到的 但楼上有牧师馆 他就跟那个教会的同工讲 他说那边还没有 他说就让他先坐 因为 也是因为我妈而言过 因为我妈感谢主 因为她过去是一个 教会的代导者 大家很尊重 就去给我妈面子 所以就让我妹子 所以我回去了 因为那时候 他闹事闹他 然后白天不能睡 晚上 他会幻觉幻想 他听到有人按了你 他就按楼上的门 警察也来 礼长也来 结果人家都说 你们教会怎么 放一个神经病在这边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 少哥 你那个 你妹妹啊 你们家里人不管的话 那因为我大地也中风 他就本来住那边 后后不行 不行就 我没有办法 那跟你说 或者所以就 2015年 我想我 我本来想 留职停薪一年 可是 可是我知道这种事情 必要 没有负责 那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因为我当他七岁 我们等于没有在家里 有交集过也没有完在那 那我觉得我爸妈妈 早就离开回天家 那我觉得我做大哥的 应该该尽点责任回去 那我记得我记得 后来我们的老牧师就说 你既然回来了 你要不要让那个教会 重新开始 我说 啊 我不会讲台语 那个区域全部是讲台语的 我怎么重新开始 第二个 我没有家庭 因为我以前在Orlando 我记得 我太太大概做四分之三的工作 第一个 我英文不好 所以说 我英文试过 很多那个mixed marriage的 混的 那些配偶 应该是他 儿童试工是他 妇女试工是他 其他的剩下来是我 不过好像每次英文是牧师 其实都是他 我知道四分之三是他 所以我很清楚 因为我跟他以前出 在台湾离开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荒过一个 一个教会了 我觉得师母角色是很重要很重要 那我发现说 但是我牧师说 你要开始 我说这样好不好 你准许我 我说我先成立祷告会 然后第二步小组 然后我开始办活动 我就回到我以前的母会啊什么 都是我们那个在基隆 有十一间教会 我一间一间 他们安排我去讲道 我就呼召祷告同伴 我们有办活动什么什么 好 那就有一个大哥哥 他那年七十岁 从高中物理老师退下来 他就来 哇 我很佩服他 他坐的地方到我那地方 要转两班公车 要一个小时 他就来跟我一个礼拜一次祷告 一直祷告完 他就跟我有一天就跟我讲 那邵牧师你知道不知道 那个邵庸金牧师啊 他的教会为什么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我说你你觉得 第一个他们教会有承导 所以我们这边呢要有承导 五点钟承导都快发了 我是夜猫子 然后他说 我说主 他每次来祷告就跟我提这件事情 刚才连续 我已经就这样熬 熬了一个月 我说这样好不好 好 我们一个礼拜两天早上 再加上一个下午 后来我们还有一个祷告会 后来慢慢有 有其他人参加一祷告会 后来我们早上变四次 更惨的在后面了 一祷告会 每一祷告就跟我讲 大部分那时候刚开始都我们两个人 他每一祷告我们敬拜完啊 我们要带走 他说上牧师啊 这个教会有两件事情 成功的话 这个教会就会复兴了 什么事 第一个 你要祷告你要复婚 第二个要祷告你妹妹病好 哈哈哈 他说这样 神的荣耀就彰显了 一定护心 哇 每次祷告会就会这样 或者说主啊 不要跟他祷告 真的不想啊 但他真的 就跟他 好吧 他知道谦卑啊 就祷告干嘛 后来 哎 就就 后来接下来 就到二月 不是我说的 刚刚那一段 后就接到我们 我们已经开始有小组 真的没想到 我是那年七月复婚 十月我们到偶人董办那个 我是九月底离开 离开的时候 我妹妹既然已经失业七年 开始了 被新竹科学园区找去上班 然后我也互婚了 所以这两个打断 所以圣经部有一节话 马太福音十六章 所以说 你们在地上 若有两个人在地上 求什么事 我们在天上的祸 并为他成就 两个人 所以我现在就发现 很多儿子不好 你们两个人求 一定要夫妻两个人同心求 孩子就改变 教会不好 长老执事 牧师要一起求 所以为什么祷告会变很重要 为什么美国很多 每个学区 教会很大 可是美国的教会 对社区没有影响力呢 因为都各自为王 教会跟教会没有一起祷告 所以为什么教会祷告会变这么重要 复兴你看任何地方复兴都是跨教会 一个区域 像非洲很多地方 像乌干达 他们那个艾滋病 已经严重百分之七十几的人 都艾滋病 这国家都要消失了 因得他们众教会 每个礼拜就有一天禁食祷告 要祷告 几年下来整个他们艾滋病 现在只剩百分之二几 教会不是连总统都信主 总统就宣告那严肃会变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 不是靠方法 不是靠 我跟他 我还心不甘情不怨呢 你有没有信心不重要 两个人只要同心 没有信心都可以 同心 对不对 我们未来会查到马太夫 那一节会谈到耶稣的祷告 我们会更实际起来 那所以 好 那接下来 我身体也不好 那我也回台湾 19年要回台湾前 先在这边 那一次 那是你 在 就开了这课 然后我 我这两年 我一直到去年 12月才从台湾回来 感觉我一回来 刘牧师找我回生命核 就去先帮忙那个基金会 那我现在在基金会 那个食物放放中心 刚有报告 可能网上的也可以啊 我们食物放 礼拜二礼拜四 早上十点到一点 没有任何条件 只要来登记 都可以来拿食物 礼拜天是下午两点到四点 现在一个礼拜 差不多有一万多家来拿食物 提供了 然后那我在那个生命核的领袖学院 我在做他们辅导老师 然后这个月开始要带那个金色练花 就是八十岁以上 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个大部分都国内的 网路教会的一些服事 那这个讲太长了 但是就让你们知道 在人没有办法 在神 神是使水变活水 使水变教 好 好 现在很快就进入第二个 我想要认识你们一下 因为第一堂不好意思 先认识一下 呃 网上 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听到 网上能不能开一下声音啊 你们讲一下 我叫你的话 陈泽春有在吗 在 陈泽春应该是 这是弟兄 弟兄 我在 我在 哈喽有听见吗 能够回答 能听见 有没有在 有没有事 能听见 好 没关系 张杰在吗 有没有 没有 好 楚姐妹对不对 楚松风 是吧 要不简单介绍一下 你是哪一年来 来美国的 哪时候来这边 简单讲 做的讲讲 我是17年到18年念了一年 哦 17到18 当时没念完回国 嗯 然后去年又过来又又念了一年 哦 哦 我是翻篮 交流了 哦 OK 欢迎你 丁亮 坐着坐着 你哪一年来美国的 我来美国是18年 18年 18年就正好有朋友在阿兰多 那个朋友就是詹明仙 公司的好朋友 去了 就 见到詹明仙论师了 然后那个 那当时呢 没兴趣呢 就教会一听了 聊谈讲道 就有感觉 最早我呢 在20年前 有一本书 是一个基督徒 10份工作我不想换 我再换下去 接着我15岁就辍缺了 嗯 所以换换了 第10份工作 我想真的不想换 21岁 6年换了10份工作 然后那个严律卷上呢 就就写了 写了一个后面 就是教授 他 他说你要把这本书好好看完 你再去看圣经 再去最后要看 那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 那你把它看完以后呢 那你工资就可以翻倍 一到两倍 10个月 所以我就照着看10个月 我那样事 啊 其实现在想看 当时看不明白 今天开始新的生活 现在就相当于是一个受洗 今天是一个新的 第二个要全身现在爱来迎接 嗯 每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个人遇到了每一件事情 然后坚持不懈等等 最后一句是 第10个月是祷告 在10个月看 嗯 每天都在祷告啊 相当于每天在祷告 哎呀 哎呀 最后 这个10个月过去了 工资不是翻了两三倍 翻了十几倍 哦 那十几倍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因为人是骄傲的 是不守约的 本来我想翻了两三倍 那我挣个二十万回法家盖给卡纳特跟取习 那以后我就幸福了 反正我们的佛教什么教行都不管用 谁给钱信使 那是很简单 你看你缺钱 没工作对吧 工作宝座 所以说二十万给来 给了 给了好多个二十万 我就把他们是忘了 人就拿货创业了 忘了这个到阿兰多张牧师讲了一段话 就说哎 那你去求啊 你去求 呈现的去求 给的比你想要的还要丰富 就回想是啊 我原来美国了 安徽农村的 本来找不到工作 回想一道 这个 还有大一边的事情少来了 哈哈 二十万就 就那个 那他给了他给 他说我肯定就只两百万美金了 我当时只求二十万人民币 给你超过了一万倍 嗯 而且这不行这得假训 假训 假训那就忽悠好 就忽悠一家人一起信了 嗯 这结果当时还没有 当时我只是认为有一个契约精神 嗯 说话得上话 后来呢 这个就能搞明信了 是明信不对 对吧 然后就研究研究 既然信了这个搞明白 就发现这个是真理 后来这个就就就回去就 工作就没劲了 因为世界上东西是短暂的 他们要真理过 那是永远 那种 然后就就就传福音 家里有老年人呢 那面床 我当时 我老年人怎么办 你先说说说说 我帮你去受洗 那疫情来了 他他他他也回不了 他就说那我给你个权柄 啊 你你那个你自己就可以受洗 啊 你就就按照我一二三来教我 问三句话 那弄点谁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那来不及那九十多岁 他一百岁了 嗯 等张牧师疫情过去 那疫情中间是死了两个 一个我外公 一个一个八十几岁 一个九十九岁 那那那那那不就晚了吗 那晚还好给他受洗 哇 然后洗了洗了 洗了十几二十个了 然后然后在公司里没事就搞定 别人都以为我神经病了 哈哈哈哈 嗯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的 OK 那所以你修课是这学期才开始的 那上上上学 啊上学 啊上学 看我满那个的 那你反正疫情来回跑也不方便 那你又不愿意读神学院去 要装备一下 那整个有点不不不规范 那那大翻向了没问题 那很多东西以前不了解 嗯 你既然有这个心 也愿意做这个事情啊 得这个 不过那太好了 我试试看 一报 十几个人 还就一两个人 嗯 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 感谢主 有一点呼召 哈哈 我的呼召还不是特别 但是看的路线图是 我认为是有呼召的 感谢主 感谢主 下一位 李文林 有赞 有赞 没有 好 或是什么 这好小 我看到 我先唱 霍赫颜色 霍赫颜色 听过 听过 你 在吗 在吗 嗯 陈迪宋听到你声音 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霍赫颜也在吗 没有 没有 好来 许立琼是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哪一年来美国怎么会哪时候开始读 风收 因为她工作过来 我记得她 那我是去年 在生命和熟悉之后 去年熟悉 对 因为一直都不是很想熟悉 然后呢 因为疫情有关系 跟朋友聊天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就跟我讲说 反正我都不想起来 也不是很紧 然后就是 就是疫情期间有感动嘛 然后那你就去就是上课之后 反正你都看不懂 也不是很懂 然后你不如来念神学院 然后多听一点才能不能 更清楚一点这样子 那会就来不懂 对 然后分约港台湾之后 就觉得很大 就来不懂 对 那其实也没有问题 就是 就是 可能会从这一场课开始吧 因为我 比较适合 就是 对 其他人都看不懂 OK 没有问题 就是 白丁 有在吗 他先没有 刚才有这样 都有 都有 那你们三位 有一位是老同学 哈哈 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 我叫 建雪 建雪 小雪 你来上课 他是 那个今天 第一次来 想跟院 跟刚才跟院长 约了一下 然后现在还刚好 才上课 我们就进来 今天因为 旁听一下 有意想 你怎么成功 陈姐妹 有姓陈 陈小芬 欢迎你 来美国多久了 我是 我家还是在这里工作的 然后我才 探亲 探亲 探亲的 那我心里是 就是说我觉得 我家还是到美国 这一块是有神的 带一个恩典的 我其他的真的 我有时候也是那种 很徘徊的 迷惘一个造反 但是我对这件事 真的是 就是把心理事论 也是有这样一个 一个明明的 所以说 我也是很期待 你信主多久了 我目前没有受息 还没有受息 是的 所以那信主已经很多年了 哇 跟他一样 那你这次 这次就留在这边 赶快收起 那我是希望 然后全面 比较系统的 因为我以前 经常有这种 自虑的心态 就是对人的 一个进化的东西 老是这种想法 而且也不是说 因为我信很多年 是接触过满 因为我以前的 我家是这样的 有接触过 但是就没有得上 因为我们大陆 都是说 比较信佛教什么的 我父母也是这一块 所以说 都会有徘徊的状态 没有真正的进化 所以我现在是想 希望能跟愿党到时候 一口口下 没有问题 申请说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寻 哦啊 谢谢很棒 那 那后面呢 因为怎样 她女儿 她在新泽西工作了两天 哪里 新泽西 哦 新泽西 对对对 你是来这边 因为Lonrican Lonrican Lonrican 我也失望在这边 真的 我蛮喜欢整个 美国的这三天之神 OK 好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我们今天 看以福所书第一章 你们有圣经案 有没有人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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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以福所书第一章 很好 第一章十六节 第一章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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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读哦 我们一起只读十七节 预备 请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鱼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好 那个 还是 请大家 有的人可能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我就跟着我 我 我怎么说 你就跟我怎么说 好不好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求我们就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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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它 使你们真知道它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它 使你们真知道它 主啊 求你 赐给我 赐给我 智慧和启示的灵 智慧和启示的灵 我需要 智慧和启示的灵 不然我不认识 不然我不认识 就在这时候 就在这时候 求你赐给我 求你赐给我 智慧和启示的灵 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真知道你 使我真知道你 真正的知道你 真正的知道 这个 我为什么这样做 有的人知道 这个就是所谓的导读 什么叫导读呢 导就祷告 祷告你所读的圣经 我刚前面是这样一直读 读圣经 然后变成你自己的话 我再举例一下 你看这边 我再读一下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你看我这样子读 你能听出来我的重点在哪里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这好像小和尚念经有恐怖心 好你看看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重点在哪里 好再来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我们 你看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 你看你的重点放不同 意思就完全不同 那我刚刚特别为什么说 我说读圣经 读圣经不是像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加纳吃人自卫和启祿的神荣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这个 你就读十遍 你也不知道在读什么 这叫有口无心 那读圣经很重要 一定要把心道 口道 那你心道口道 你一定要什么 眼道 还要什么 思想也要道 那你才能读出重音来 你读一遍 再读第二遍 读第三遍 重音不一样 意思完全不一样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 然后这边就讲到说 这节圣经为什么跟大家讲 读这节圣经 我刚刚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分享一节圣经 我每天早上 不管读多少圣经 一定拿一节 我最有感动 或者我完全不懂的 可是我就是很喜欢 先不要去懂他 那你就会问说 牧师不懂我读他干嘛 请记得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良 良 良 请问一下你吃饭吃得懂吗 定量 没问过这个问题 没想过 吃饭就吃嘛 对不对 好 可是 当有一点年纪的时候 有一天 你多吃了一个糖 人家跟你讲说 姐妹啊 你不应该吃这么多糖 请问一下 通常这背后是有什么故事 高血糖 对不对 后来后来说 定量 你红肉吃太多 你肉该少吃点 代表会什么 高血脂 对不对 都有很多 这个什么 这叫吃 吃饭 你不只是吃饭 你要吃懂 年轻不需要懂 年轻要吃 可是有少数的小朋友 就有先天性的某些疾病 他妈妈就控制他的某些饮食 他可能有的可以吃 有的不能吃 这叫要懂 可是你在懂之前 你要先什么 能够吃 你不吃 讲话 你没有能力会讲话 不会走路 所有人生必须长大的第一条件 就要能够吃 我先不讲呼吸 还有动 吃 营养的元素 当你没有吃饭 当你没有喝水 你生命不够长 所以你根本不会有语言 你学语言都没有用 所以读圣经也是这样 人家说 我要读懂 我才要 我记得 我那年轻的时候 我带很多学生 他们那个传福音的时候 在那边读圣经 很多人就问我 少哥 我读不懂 那我就问 你干嘛要读不懂 很多人就问我 特别是我发现 到美国 像国内很多一些 有很多高学历的 他们就读不懂 那我就说 这个就开始 我就谈这样的问题 我说读圣经 就跟你吃饭一样 先不要懂 先要有胃口 好 那你读 那就像我刚刚讲 你就读圣经 只要讲吃饭 有的不敢吃葱 我就有一个朋友 他不吃葱 我怎么发现他不吃葱 有的时候 我一起吃水饺 吃水饺的时候 他像在水饺馅里面 可以把葱挑出来 我说我大开眼气 我说你的技术也太好了 那个馅那个 但他们那个 因为对这个过敏嘛 对不对 有的人不能不吃香菜的 有很多 读圣经也是一样 那有的鱼刺 你把它吐掉 太酸了 有人不敢 有辣椒不敢吃 好 你就吃了 你就把它 你可以吃了 读圣经也这样 有骨头读不懂 所谓的所读不懂 你就先不要管 你先把你能够吸收了 反复就是好像 我们吃饭要怎么 一直重复教 读圣经 我刚刚有没有读 我没有读很多 我通常要读 最好读十遍 那我记得 我以前在神学院上歌的时候 我们那个老院长 就跟我们讲 他说 你如果读一段圣经 你怎么读都懂 因为你要查经嘛 你必须要讲 他说你可能怎么样 你拿圣经 你可能要跪下来读 读五十遍 重复读 你试试看 然后不再读 用这几个圣经 主啊 请你赐给我 智慧和启示人 因为圣经都在讲说 神本身 智慧的人 真知道他 你要认识 就好像 我跟大家都不认识 我们今天如果 都没有办法见面 我们是用书信或用微信 但是微信你介绍你自己 我从治理行间来看你 有时候可能有一些 那个语句 语句很严重 我就试着用不同的口气 你是生气吗 所以为什么读文字 为什么我们讲话 很容易挑起那个情绪 因为讲话会有高低音 有那个急慢 对不对 那这个都会到你家 可以那个感情可以感受 那照样 我们对神本身 因为这个是 这个还经过翻译 还什么 那神是超过语言 不懂吗 他都会向我们说话 因为我们神是又真又活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自己说 神的话是我们什么 生命的点 为什么 有多少人因得读圣经 可以读出智慧来 读圣经可以读到生命有判用的 有多少自杀的 有多少那个所谓的焦虑症 因读圣经 整个我刚刚已经分享过 我们妹妹的见证 他感谢主 他就每天读圣经 虽然还有焦虑强迫幻想症 但是把focus在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生命 当生命的良 当你的生命里面开始丰富 开始有目标 开始有方向的时候 你很多事情就不会被打扰了 不容易被人激动 我们为什么容易发脾气 都是哪伏不开 皮哪伏对不对 你的痛的地方 我最近在基金会帮忙 这边全部都伤 都瘦 你看我今天早上 就上了一个车子 一不咬轻轻一碰 哇好痛 当你伤还没有好的时候 你轻轻碰都很痛 可是当你好了就没感觉 像那个有时候假如 你不咬一刀轻轻刮 没有很严重 连血都没有什么事 就轻轻刮 可是你碰到眼水 你会怎么样 碰到像有一次 我也是 削很多东西 就割到脸 因为真的不伤 也没有就轻轻碰 可是只要挤柠檬水 一秒钟 就很酸 我们生命中 从小到长大 我们有很多的创伤 有很多的受伤的地方 我们都以为 时间久了 不理他了 忘了 可是 那个伤又没有好 哪一天 心理学告诉我们说 就按到你那个疼痛的按钮 那一按钮 你就跳脚了 我们有时候 理智还在说 好 忍耐吧 忍耐吧 你喊 第三次我跟你讲 不能了啦 对不对 哪一个跪 就砸哪一个 好 那所以 当我们要研究 特别是四股营 四股营前 你包括你每天读圣经 那我们今天开始 今天是第一次 那未来有十周 那我就想到 大家知道不知道 马太福营总共有几张 28张 马可呢 17 你第一次讲对 16张 路加呢 路加是多少 24张 约翰呢 约翰21 21张 好 没有问题 这 好 这四点书加起来 总共89张 那从今天开始 今天是礼拜六 你们刚好礼拜六 我们每次礼拜六 那我发现 89张 那我们从 今天 9月3号 你们最后一次上课 11月5号 刚好有九周 一周 我们就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一周五天 五九四十五天 那一天两张 刚好多少 就是 90张 对不对 那么刚好就是 到了11月5号 你们从 礼拜一 9月5号开始 读 马太 两张 每天这样两张 下礼拜 十张 那我 刚刚王院长 有在跟我讲 那我们 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在线上 那我们也不应讲义 很简单 过去有上过课都知道 我都透过微信的群组 就把讲义丢上去 那第二个 你们每天要 我们这样子 很多人都很怕 那个学习完了 最后的报告 哇 为了减轻大家的压力 你们上完课 就报告都写完了 怎么简单 你每天两张圣经 两张圣经呢 你就在群组里面 选一节 你最喜欢的那一节圣经 把它打出来就好 每天 就一个礼拜五天 这个占领 总成绩50% 容易吧 没有 算错 50 好 第二 这个 这个 下个礼拜 交到第十张 每天两张 就礼拜一两张 我们从9月5号 我写一下好了 大家帮助的 发表的学到权还 不是 他跟另外几个学习 另外我们上课 先走 学校会动 好 那王英党 要抓起 打一个 解决方法 9月5日 是星期一 好 好 吃哦 就每天好像你就上网 你就记下来 就打出来 那我就会看到 那这个 我想重点不是 这不是重点帮助大家 教作业 重点是你每天读圣经 两章你就选一节 或者你不一定要一节 甚至一句话都可以 主要讲我们刚刚那一节 主要讲我就最后一句话 使你们真知道他 使你们真知道 那对我来讲 主啊 帮助我 不是你信 不是信别人的经验 也不是信牧师所讲的 帮助我在我生命上 真正的经历你 真正的知道你 就用这节 这叫做 这是客观的 是别人所领受 被圣灵感动所写出来 可是你要变成主观的 就是变成你的话说出来 就不是变 你这样读 我们刚刚已经停下来 有一段时间了 其实试试看好不好 我们都不要看 试试看能不能背 我们刚刚才讲这么几次 但是一直重复 已经有重点 不熟没关系 你比较熟的话 你就跟着念 好不好 试试看 不要看 求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世人 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 真知道 你有发现 当你喜欢哪一节 或哪一句话 你就重复十遍 然后变成祷告 你发现那节话 而且那节话会让你 因为圣经说 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 诗篇第一篇 对 你年纪越大就越难背 像我背一节 大家忘两节 可是你用导读的 你不一定每个字都对 但重点你会记得 还有几章几节 你大概会知道 假如你特别 昨天早上 特别假如你们写下来 我也会在群主里面 我每天有个花 我自己读经的 不会解释 就经文 但我每天就这样子 因为你这样子 你这样对神 而且会感受 对我来讲 我会建议大家 时间 我自己曾经有一阵子 都是晚上读圣经 可我发现就有一个问题 我那天白天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晚上一读圣经 读到了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发现还是早上 当然有很多人会讲说 因为在旧约 他们早上捡那个玛拉 玛拉多太阳 我记得以前 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叫吴勇 他也是我神学院的董事会主席 他一辈子 大家只有一次吧 因为身重变 他没有一天 比太阳晚起来 就是太阳 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捡玛拉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玛拉就融化 捡不到 所以他说 我们要神对我们讲话新鲜的 你必须 太阳要出来前 你已经敬拜他 领受人的话 你那一天就会 好 我们不做宗教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我们现在就 但是你自己试试看 我现在还是就早上 我有一次 因为真的很忙 早上就很赶 因为都已经才睡四个多钟 早上起来就马上要冲 但是后来我发现 诚跟特别比较早起一点 你就会发现 真的不一样的生命 因为那时候也比较安静 因为早上一起来 脑袋还是好像半分 可是你没有很多事情打扰你 比较容易清净 好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可能很多都会背的 我们一起来读 一备清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继续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好 这篇讲说 觉得讲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有一阵我脾气非常坏 坏到 我还记得 我根本不是金屋徒 里面有声音说 你是讲貌为善 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 温柔信实 节制 请告诉我 这个九个果子 哪一个好结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 温柔信实 节制 哪一个好结 丁亮这九个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讲比较好结 仁爱有爱心对谁的喜乐 我看你比较乐观 没有一个 这人讲 大家这个 谁讲的 小雪讲的 没有一个好结 我那批气都很大 仁爱没有 恩慈没有 可是这边说 昼夜思想也有法律法 他就要像一棵树 再散虚选 暗示后 我记得那天跟人家 我们是全部都是基督徒 我们开会这样怎么样 我就这样子 我说我们把基督徒帽子都拿掉 不服气出去我们来带你挑战 笑死了 没人去请基督徒 结果我用 那天 我那个学生 因为我们带一个学生团契 结果那天看到 我们暑假要去做短宣 到一个岛 三个礼拜 那天 我真的恩慈 就被控告 我们根本不及估 是啊 我怎么这么丢人 后来这节圣经就排好我 我有一节圣经会被 就昼夜思想也有法律法 我跟人说 我说主啊 你改变我 我没有办法 你说昼夜思想 按时候结果子 那我这个仁爱喜乐和平的 那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 我根本一个都结不出来 我就开始了 就昼夜思想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 因为我妈很虔诚 所以我们家什么都不多 就圣经很多 我们家圣经多到 后来我就把圣经找出来 我所有会做的 客厅啊 床头啊 连厕所啊 厨房啊 我只要会经过的地方 通通放圣经 我那时候一天读四十章圣经 好想 一天读四十章 一个月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 因为大家知道圣经 全部几章 哦厉害 哦厉害 新约几章 新约 新约 三十九 那是卷 卷 新约二百六 对 对 对 那个 你看看 对 一一八九 三十乘四十一千二 假如你想一年读完圣经 就大概一天 差不多三张就可以了 三张多 因为三百六十五天 三张多 你这样算 假如你暑假时间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学生时代 我们就用暑假时间 就是把新约全部读完 就算新约 两百六十章 暑假六十天 除以六十 你一天读四张半 我们那时候不只是 我们那些好学药学生很厉害 他们一个暑假把罗马书十六章 全部背下来 我们就用暑假 就学被你自己选一卷 我那时候选最短的 菲利比书四张 恭喜 他们那些 都是 都重点学校的 本来就很会读书 背那个圣经 有一个人还倒背 我们有人可以整本新约都背下来 快发疯了 好 真的额外话 可是那个 我刚刚讲这个进度 你像神要 你这样的 因为我们上四五一 不要我们只上一些神学里论一些 但对圣经本身却不 我就帮助大家 我讲的你就全忘掉没有关系 圣经你每天有一节不得了 你最好 最少 你那个这个课上完了 你有九十节圣经可以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介绍我们 我们因为大家都很忙 不用多 这一本薄薄书指定要读的书 这就叫耶稣是谁 那个 学校已经好像把这个都 copy 到时候会传给你 您传的吗 传的没有了 那也是一样 我所有进度 下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读一课就好 第一课 这本书我是所看到关于介绍一书的 我觉得最符合圣经 那些最详细 而且最容易读的 耶稣到底是谁 这是在我那个时代 因为现在有很多新书 我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三个神学院院长 全部都推荐 包括我自己的神学院院长 滕敬辉是相同的 那第一个 第一个他直接就是说耶稣是谁 而且他用一些 到了他用一些很多 就当时比较流行 有一些事情 包括一些无神论的立场 包括一些 所谓的唯物论的 来看耶稣或怎么样 那我觉得可以帮助 那我们同时配合圣经 你再看看这个 会帮助大家最少刺激一下 你对圣经的认识 好不好 那这个到时候 我每次讲完课 我会把当天讲完的讲义 就都放到群组 还包括我们的作业 也会提醒大家 好不好 这再传 这个是很简单 好 那我们今天 既然我们面对 我们讲说 四福音 好 这边有两个字 好 这边有两个字 好 这个福音 请 请告诉我 到底什么叫福音 好消息 好消息 福音 两个人说 哇糖尿病的福音 就代表什么 糖尿病有 有东西可以帮助他 对不对 两个人说 啊 你考 你高考的福音 就代表说 你要参加我们这个 福音 就好消息 简单来讲 那当然 那四福音 代表有四的 那福音呢 其实 在诗篇十六篇 十六节那边有讲说 你是我的神 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神 耶稣是福音的本质 因为耶稣来 带给世界一切的希望 也带给世界 我们人能 为什么会死呢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死是因为罪的代价 人能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好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就说 我们都以为我犯罪 所以我是罪人 错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不是你犯罪 是罪人 我请问大家 你说第一个缓 或者我们都有孩子 你看你的孩子 第一次说谎 是你教的吗 你绝对不会教他 那他怎么学来的 罪性 好 是这样的 简单来讲 我们犯罪 我们称作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犯罪 我们称作罪人 因为我爸爸是大罪人 我妈妈也是大罪人 他们两个结婚结合 生下了我 我就变成小罪人 因为我是小罪人 我的果子就是会犯罪 所以我会说谎 我会嫉妒 那我们今天人呢 用道德用法律用规范用教条 让你挟制你不要犯罪 不要骄傲 对不对 你有各样的方法 可是有一天 你爆出来的时候 管他什么 今天我恨死你了 我正想把你杀死 我为什么不敢杀你 因为我知道我杀你怎么样 我也被抓去 或者怎么样 可是 可是有一天什么人都没有 你说我不会做这个动作 还有有的人为什么想要说 气到一种地步把你给杀了 我忘记不能离开这边 哈哈哈 那个 就是突然他对什么都不过 所以你看道德法律什么 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有限的 可是耶稣因为神创造我们 我们都知道我们古代说 人之初信本善 寻者这孟子讲的对不对 寻者说人之初信本 恶 那到底信善还是信恶 好 简单来讲 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信善 亚当听从魔鬼 开始DNA整个改变 他们生了子子孙孙都变成信本恶 所以亚当的儿子 对不对 就起了 他还在生两个 最早两个老大跟老二 就世界大战 对不对 老大就把老二给杀了 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 因着嫉妒 要嫉妒 那就是因为 好 所以耶稣来神 差他来 那就是福音的本质来了 那圣经呢 在读一节圣经 为什么要有福音书 或者要有圣经呢 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 二十章三十一节对比三十一节 我们请一起读吧 预备 但既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什么 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好 所以 那 那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彼得后书 圣经是怎么来的 了解一下 啊 彼得后书 第一章二十一节 好 找到没 我们请姊妹读好不好 死妹 彼得后书 一章二十一节 死妹 对 预备 对 因为欲言 出于仁义的 乃是 人被谁感动 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 乃是人被圣灵 好 我们讲来看 四福音代表有四本 福音神的本质 所以圣经有四本 福音都用福音书来讲 所以我们第一本就叫马太福音 第二本叫什么 马可福音 第三本叫 路相福音 第四本 第四本叫什么 约翰福音 刚刚我讲说 神透过四个人 这个都用那个被感动的那个作者写出来的 那 马太 马可 约翰 特别是马太跟约翰 他们是耶稣十二的门徒里面的人 是跟着耶稣 是跟着耶稣 路加 他不是耶稣 直接的门徒 他是后来才被他的门徒带信主的 特别他是跟保佛的 他是当医生的 所以他 他写圣经有记得 他所记录的两本 一本是路加福音 另外一本知道是哪 是 《喜乐的行传》 都讲他的子气茶口 那马可 过去 他一开始是跟彼得 那圣经有讲 耶稣有没有 耶稣被抓的时候 耶稣被抓的时候 后来背十字架 那个有人 他那个抬一动 因为耶稣全身都伤 就好像抓了一个年轻人 那有人说这个人是马可 《喜门》吗 谁 《喜门》吗 《喜门》吗 《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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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门》是卡的什么样子 我在讲 那马可 他有一阵子是跟着彼得 后来他去跟保罗跟那个 保罗跟谁 《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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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保罗 running 到保罗老的时候 他 llam 但耶稣 在哪里 那时候来少年的人 他对耶稣事情很多 但是请记住 advice 我们刚刚讲 圣经都是谁所莫视的 神之圣灵 所以他们不是按照他们的想发现 他们只不过是好像你有你的秘书 你刚才想说明天我要去见谁 要发表一个演讲的重点 可能会讲什么 你帮我打稿子 但是他要看 可是你的重点一定是你的 假如不是你的 你会说要修改 要修改哪边要修改 一直修改到合你心意 那圣灵感的意思也说 的确保罗约翰马太路加 路加你看因为他是医生 所以他那个对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写得很注重的细节 那马太他是瑞吏 那瑞吏也是也都是当过官的 也都文化水准好像不错 那约翰他是因为见过异象的人 所以你看他神的儿子讲 那圣经为什么神要感动四个人来写耶稣 不同的假如 好假如像我们对那个邓小平传 我们一看邓小平传一看就看作者是谁 如果有一个好像邓小平以前当过他厨师的来讲他 跟当过他厨师的讲他跟当过他秘书的来写传记跟一个作家 专门是写评论的他收集很多人 这不同的人写出来邓小平是不是有角度 甚至有一些事情都完全不一样 同样一件事情可能角度都会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子 其实上帝是要让我们是从不同角度来把耶稣的全面性怎么样 表现出来 可是又不可能 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并不是耶稣的传记 我主要讲 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讲到耶稣的家福 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没有家福 那马可跟约翰都是讲到耶稣一出来的时候的事工 所以他小时候他出来就等于他30岁之前所有事情都没有记载 马太有记载东方的博士来找他 杜嘉有记载旷野的 包括那个玛利亚他的童女他怎么怀孕 那他的那个已经订婚的未婚夫约翰 这一听到哎哟怎么他未婚妻怀孕呢 他跟他根本没有怎么样 他怎么可以怀孕 按照当时的犹太人习说 他就可以把石头打死 就没想到圣灵向他显现说 不要动 他是圣灵改变 就改变他思想 他就还把他取过来 但圣经说他却没有跟他同伐 所以我们很清楚 你看这四本书只有路加福音记载 因为他是医生 哇 交代很清楚 那你说这三个人不懂这个事团 当然懂 可是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 这一段没有记载 那圣经只有几件事情 我们以后讲完会讲 这几件事情为什么四本书都要提到 而代表有他一定的重点在 大家懂这意思吗 那为什么要四本书 其实都有不同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 翻一下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 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 说亚伯拉罕的什么 后裔 大魏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魏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 很清楚 其实犹太人第一祖先就是雅各 雅各名字后来改名叫以色列 他的十二儿主就变了以色列人的十二个姿态 所以他是始祖 可是圣经一直讲说 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 以少 雅各的神 因为没有他爸爸 以少就没有雅各 那如果没有亚伯拉罕 也没有雅各 所以亚伯拉罕已经少 那所以以色列人开始呢 你到现在去犹太人 他们就讲我们的祖先是谁 亚伯拉罕 而且神允许亚伯拉罕要得地 有没有 地 好 这个得地 我们下面就会讲到为什么要得地 第二个 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请问一下 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第几个王 对 第一个是谁 少都对 很好 可是为什么 你现在去问以色列人 他们讲他们建国的始祖是谁 大卫 因为 很奇怪 圣经的原则 属灵的原则 如果耶和华神 去掉 你虽然做过都没有用 另外圣灵 所以 大卫代表 犹大的狮子 国度 也是未来 弥赛亚国度的预表 大卫的子孙 这边有没有 大卫子孙 你去读原文 是用单数 中文比较看不出来 原文是用单数 是指什么 其实就指后面的耶稣基督的家 大卫是王 是当时以色列人肉色的王 那预表以后未来的天先天心地是从神特选的子民里面拣选出来 而且是一定要大卫的后衣 如果不是大卫的后衣 不能 我们等于有时间 可能再过三四时间 我们会谈这两个家谱 为什么不同 我希望大家好好读 可能你在读家谱 你会不太容易读 那你这次读 去读读看家谱 等读到陆家谱 你再好好看家谱 有什么不一样 我希望我先 弄一个福品 福品 等我们这里讲 这个关系很重要 关系什么叫大卫的子孙 那我先 预表 先暗示一下 马太福音是直接从耶稣的生父 就是肉身的父亲 叫做约瑟 约瑟 这一只彼此上去 到亚伯拉罕 那那个路加福音呢 其实是从耶稣的肉身的母亲 玛利亚的家福 到这辈子会谈怨 有个中文翻译不清楚 英文翻译稍微清楚一点 但你读希腊文就会更清楚 那个女婿跟儿子 因为希腊文是同一个字 那你必须要上校来看 那我们都讲 那路加福音就讲到 约瑟是谁的儿子 其实那边讲到约瑟是谁的 他主要是指那个玛利亚 因为他是从玛利亚的支派来看 但是很好玩哦 他们俩一直追到 一直到大卫 约瑟的上面的祖先 一直到大卫的儿子 然后玛利亚一直追到最上面 也是大卫的儿子 他们这两个祖先是兄弟 都是大卫生的 所以不管是妈妈的系统 还是爸爸系统 都是大卫的子孙 很特别吧 这个家谱 那圣灵竟然敢动四个人的角度 这边特别讲说大卫子孙 所以马太福音会从王的角度来看 耶稣吩咐 大卫子孙了 大卫子孙了 全部讲到讲到天国 他是天国的王 四福音 大概 马太福音大概讲了 可能在十分之九 关于天国都在马太福音里面 因为他是王 好 我们翻那个 马可福音好吧 看第一章 请问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怎么讲 马可福音第一章直接讲说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什么 起头 好 接下来就讲到 第四节照这话约翰来到旷野 然后第九节耶稣就来受洗了 就从约翰在旷野工作开始 你有没有想 马可福音没有前言 没有耶稣三十岁以前的事情 马可一一开始 他一直到十六章 就只讲到耶稣一直在忙 帮助人帮助人帮助人 所以马可福音角度 是把耶稣是从仆人的角度来思想 马太是王 因为这个必须要看到旧约 还包括旧约的约会里面所显出的 你看圣经全部都是息息相跪 所以有人讲说 圣经的中心是指耶稣 旧约是耶稣的引言 所有旧约过去三千年的记载 都是预表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 都是预表耶稣要出生 那整个新约 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从史诺信传 所有人都讲到 他的事工延续的一些的教训 所以整个都跟耶稣有关 你看全世界任何宗教 没有一个宗教是讲到一个人 都是有教义教条或者一些思想 那他们所很多所谓的神明所拜的 那个都好像把人家带入一个超自然界而已 只有圣经耶稣是从历史 而且从上帝在旧约耶稣出生前 就透过以色列人一个民族 那民族圣经有讲的时候 他会亡国 而且亡国以后还会复国 历史学家 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 叫汤恩比 他不是基督徒 他说他研究历史 一个民族亡国五百年 这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有 就没有了 以色列人亡国两千年 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就杀了他们六百万 以色列人亡国 他们一直还在讲那个古希伯来文 他们信仰还是旧约圣经的信仰 完全没有 从这个历史 他们很可惜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只有一位神 当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 他们就跳脚 神的儿子 如果你是神 那神变两位了 但忘了 神超过我们人的理性 神是三而一 什么叫三而一 我们从小的观念 三就是三 一就是一 好 丁廖 你从哪里来 你的祖籍在哪里 祖籍安徽同龄 哇 他讲很清楚 同龄 你有读小学吗 小学 你记得小学在哪里 叫什么 老心小学 好 你看我现在运问了 我说请问一下 你从哪里来 他已经从美国 吹息 加州的吹息 你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 就把他带到安徽了 可是我问他 小学呢 我们已经从2020年9月3号 调到什么 19对不对 可是 我们的思想空间 没有时间空间 所以我们做梦 我昨天还在 晚上还做了一个梦 发现 我大学同学 跟我小学中间 跟我邻居 跟我教会朋友 还有我在美国 才认识的朋友 竟然在一起 我晚上很认识到什么 和我一起来 我这一年怎么会在一起 你还没有过 你有没有到过一个地方 一走进去 我都看见 我从来过 从来没去过地方 对 但是你到那边 发现 我好像曾经来过 很熟过 在哪里 看过 可是你真的没有来过这边 对 第一次 你看 我们的思想没有空间 上帝没有时间空间 你看所有的神明 所有的 因为我在台湾出生 台湾拜得很厉害 哇 清楚什么娘娘 九千多岁 七千什么 万岁 耶稣 如果上帝有几岁 他就不是上帝 上帝在哪里 那就不是上帝 上帝没有时间空间 因为他是时间空间 是他所有的时候 才有时间空间 所以圣经说 他看千年如什么 一日 一日如千年 我跟你讲 物理学已经不通过 人因为受三度空间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可能千年如一日 其死亡就跟我们同时活的 很多人在那个快要分离的时候 或死亡或在追尸的都会说 我下一辈子我还要娶你 我跟他讲没有下一辈子 就只有这一辈子 你做这一辈子好好活一辈子就好 下一辈子 我们在耶稣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 你的祖先到耶稣再来 新天新地 我们都同辈的 怎么那千年如一日 可是我们就不懂啊 我怎么跟秦长 我搞不定跟那个秦始亡是平起平坐的 我怎么样 因为上帝没有时间空间 那这个 这个思想 很重要 那耶稣 这边讲马可兵 耶稣就开始忙 一直忙 他一直忙 他是忙工作 很老契 对不起 我马太瑞还没讲完 我们看再放前面一章了 那个二十节 二十八章二节 马太瑞 你看二十八章二节 他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什么 同战 好 请问一下 我们再看马太文音第一章 因为这节很重要 第一章第二 第一章二十一节 我来读 我们要读到二三节 第一章二十一节说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 耶稣什么意思呢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二十二节 这一切事成就要应验祖借先知所说的话 说 好二十三节一起来 预备 行 他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他将他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我们今天人类所有的苦都是因个罪来的 所以佛教就说我们活在 我们身杀在苦海中有没有 苦海 那苦海是什么 是从罪来的 好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应验就业的话 他耶稣的名字要叫什么 以马内利 什么是以马内利的 神与我们同战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手机 我们都写信或卡片 那我们在教会写完信 最后一句话一定写以马内利 就神与利利 好你看 马太福音一开始神 我们的神预备一个国度的王 叫做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战 最后一节怎么讲 我们再回到二十八章二十节 他说还我所奔赴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怎么样 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什么 同战 有没有发现 你看啊 圣经都有福利 都是圣灵感动的 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 王 耶稣这个王来世界上干嘛 因为全世界 全世界 卧战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王是谁 魔鬼 全世界卧战魔鬼的手下 倒着来偷窃杀害文坏 我们今天会嫉妒纷争 我们今天会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 我们今天会会美国两党恶斗 我们发现台湾也是两党恶斗 通通的斗 人跟人对不对 因为台湾很多包括美国也是 这些有钱的所谓的富二代 他爸爸一死了以后 台湾有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 他死了十二年还没有下官 为什么遗产分的都不军 压在那边 放了他们家客厅放十二年 那个豪宅没人住 因为他们房子很多 就会 你看看 好 这是全世界因为魔鬼 鬼当家 神 战士当鬼 这耶稣来到鬼所掌权的地方 他要开始一个新的天地 他找一批新的人革命 就基督徒 你要不要耶稣说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神的国在你们中间 都是为了什么呀 他在这边站在地盘 慢慢慢慢 神的国好像 耶稣在马太福耶稣那里头 好像那个发粉 面团里面那个发粉 一进去一个小小的 可以有没有 不断的怎么样 变大 就变大 神的国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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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时候我们现在是在这边 还是魔鬼掌权 但是我们怎么在海浪中间 能够有平安 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 一直到耶稣在地上走完升天 再来一次应许 所以28章就位于说 我就藏于你们 请了我请了 马可福音呢 马可福音 我刚刚一讲说 他是仆人 耶稣基督第一节 一定讲说 他是神的什么 儿子也是福音的起头 对不对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然后就开始忙 他就一直做 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看马可福音16章 最后他做什么 好 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啊 门徒出去到处怎么样 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圣石所传的道 好 第一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也说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福音 那我们今天来传福音 那传福音最后是讲什么 主和他们怎么样 同工 仆人 我们为什么 我们现在就说 做神工作 我们就做神的仆人 这边说最后一节讲说 神与他们什么 同工 用神迹其事 用简面 你看看 王带来怎么样 同战 对不对 你懂一种 仆人 做仆人 但神却也不用 好 我们看路加福音 好 路加福音 一开始 路加就很清楚 讲他为什么写这本书 他怎么写呢 好 第五节 去代表这个路加福音 一开始的第一件事情的描述 是什么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雅比亚班里 有一个祭师名叫什么 撒加利亚 好 讲到谁 讲到一个祭师 路加福音 为什么就约要有祭师 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 耶稣是我们大祭师 在神面前为我们 代求 那我们每个人也是祭师 我们要为什么要 还没有信主的人 代求 祭师是什么 祭师是 要把人的需要怎么样 那祭师古代 他们祭师要献祭 献祭命令什么 因为他们得罪神 他们透过了祭品 透过羊的血 预表 新约耶稣为我们流血 罪就在这边 我们所有的重担 我们所有的苦难都从罪来 好 一赦免了 神的平安就来了 好 祭师 祭师 祭师是带来什么 平安 或者关怀 好 好 我们看看 独家福音最后一章 我们讲 平安就是祝福 我们看 那个24章的50节 我们一读好不好 23章50节 很重要 预备 而且耶稣 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 就什么样 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 你看 耶稣要升天 就为他的门主祝福 我们今天平安 祭师是透过献祭 带来神的什么福分 祝福 耶稣 独家福音祭诞 耶稣在地上所做的 所传的 所解释的每一件事情 到最后他升天 要准备升天的时候 他就为他们 祝福 你看 这个王不但与我们 神的儿子 这个救主 不但与我们同战 与我们同工 各是相平安 就将他的福 这个最后约翰 今天刚好到这边快放 好约翰怎么讲呢 太初有道 中文中文圣经翻得很好 太初有道 太初一讲到 时间的开始 神就在那边 这个道就也在那边 好我们特别看 那个十八节 好不好 很重要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 预备 听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护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护怀里的独生子 护怀里 这边有两个字 这边有两个字 怀里 通常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都抱在怀里 会有像很多人喜欢小宠物 也都抱怀里 或者压哭 或者包括我们长大人 他受委屈什么 一抱 那个浪子的父亲在等 一看见他 冲上去把孩子 怎么样 抱 抱 这代表完全的接纳 都不要谈 接纳 你多大委屈 我在你旁边 好我们看看 《遗憾福音》最后一章 《遗憾福音》最后一章是很有名的故事 对不对 就是耶稣为他们准备鱼 烤鱼 那在烤鱼的时候 耶稣问了三次彼得 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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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了三次 那彼得 讲完了 耶稣说 你年轻的时候 你很自我 你也很勇敢 想去哪里 跟你年老的时候 你要什么 人好像要把你绑起来 带你到你 到你不想去的地方 还想 我老的时候这么惨 来看旁边 好我们看 那个二十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二十节 一本一 请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 就在晚饭 之后 靠着耶稣的胸壇说 主要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 你看圣经 圣灵感动 常常 这时候特别讲 他就要讲说 耶稣所爱的门徒 特别讲 靠着耶稣 胸膛 胸膛和怀里是同样的 胸膛 到了 你看 耶稣 已经在这边 就鼓励那个彼得 因为彼得 你要说 耶稣为何问他三次 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 耶稣三次重新建立他心 靠着他怀里的胸膛 意思就是说 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是好是怀 请敬人 我们信耶稣很重要的一个 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来 他就吃他们的圈子 做什么 神的儿子 对不对 儿子或者 其实就是儿女的意思 儿子就包括你 女孩子 一个父亲爱孩子 毕竟不管你母亲父母的长辈 有多 这边最后一句 怎么怀里 其实就是什么 神就是爱 他的爱是拥有的 你看整个 整个四福音 同在同同 祝福 是耶稣来的 那圣经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 最后一章 最后一节怎么讲 就四福音整个 告一个简单的 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讲说 四福音不是讲 耶稣的传记 把耶稣都写都记下来 来看看二三节怎么讲 二十五节 二十一章 预备 来 耶稣所行的是 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 免容不暇 求主恩待我们 世界 免容不暇 但我们透过 这四简书 让我们 可以竭力的追选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第一堂课 我们上到这边 但是请你下个礼拜 不要忘了 好不好 读十章 每天两章 就每天一节 你两章 好好去读号码 那我们等到 大概第六周 你们把太福音都会读啊 可能陆教会 我们再一卷一卷的 比较仔细的来看 那你这样读会有印象 然后下礼拜 这个第一章好不好 第一章 那我们这个 刚刚讲的圣经 这百分之五十 这也百分之五十 这个就是一章 你每个礼拜看完就写 写你的两百个字 不要多 两百个字的心得 那你十章就是 那个传到你们的那个 打你 有那个那个 对对对 有传了 发给你 老师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好请说 其实也不能说 就一直吧 就继续吧 我在国约海福音 我就在想拉撒动出国这件事 是个很大的事情 其他几个门徒没进来 我就觉得 为什么他们就没写 我觉得这 其他的神 基本上很多神父了 但是拉撒的父母 神父 而且很大的 对 所以 我跟你讲 因为圣灵 圣灵是主笔的 就是神本来主笔 有四个 我刚才讲 这是王 这边讲 这边旺的讲 其实这边是讲的 人子 人子来 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然后呢 约海福音特别讲到 耶稣是什么 神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有没有 然后一直到 我们最后读完 如果记载 因为他是太丰富 太荣耀 那个神 神性 神性 神性是没有 怎么样 他无始无终 所以死亡在他身上 毫无所有 所以 拉撒路 讲到生命 只有神 可以让他 不服的 其他也有讲 但拉撒路 因为比较蛮特别的 那这样子 那我特别讲过 这个圣经 就像你讲的 神有时候 就是他有一个 好像说圣灵的引导 就好像我们常常讲的 一个聚会 我用这个见证 做结束 我那时候 我大学读的是一个基督教学校 我们每天有周间崇拜 那我们有圣经课 那我有一个圣经老师 他好像叫我们保罗书信 那他的家乡口音很重 我都听不太懂 他在讲什么 然后他讲课都是看了那个讲页 就是念念念 然后又听不懂 所以我们上课 都在下面一天闹 或者睡觉 他也不管我们下面 好 那 那 我们通常是 我们早上有五堂课 那第四堂都是崇拜 那我那一天第三堂没课 那刚好心里面有很多重担 有很多事情 好像过不去 因为我很烦 哪里都不想去 所以我就想说 第四堂要崇拜 第三堂没课 就慢慢逛 逛到那个教堂 那教堂很漂亮 一个大圆的 我就坐进去 我一走进去看那个讲员 已经坐在那边了 一看那个讲员 就是我的那个圣经老师 我想哇 我今天来这边打瞌睡 想办法怎么办 我就慢慢走进去 后来开始人的来啊 开始要聚会 我们聚会前都会说 我们请大家预备心 请低头没道 我从小参加崇拜这句话 你不知道听了多少年了 可是就那一天 低头没道 心里面说 我没道是吗 哎 这个说 我的主啊 啊 我说我这砍走不过去了 你知道我里面的心结 主求你对我说话 求你透过这堂礼拜 对我说话 没想到 我那天 我从来不听 也听不懂的 那个老师口中得到神话 所以今天很多人 有时候感谢主 主有时候会用 我讲完道 或者课 有时候说 牧师啊 谢谢你今天分享 或者说 更感谢上帝 更感谢你 因为 你如果有向神预备好 我那天发现 我那个祷告 如果那天 我没有那个祷告 我就随便 我可能也睡觉 所以我发现 有的人听你讲到 睡觉 不要难过 他没有预备好 今天有人有得着 也不要高兴 是他的心 像神常态 懂这意思 所以那这个也是 我们在读这 我们就告诉神 不要把 原谅我这样讲 今天太多神学著作 我没有讲 你看 我为什么没讲 他有因素 我没有讲 马可福音的 你看还包括 他们什么 谁参考谁 我没有讲是多少年 这个都是考证可以 但是有很多不可查 你讲 在门口呢 谁讲的 变成 有太多 有太多人的手在里面 其实都是圣灵感动的 我对象是圣灵感动的 今天包括很多人想说 牧师 我怎么 我感谢主 是神用我 但更重要 是我们每个人的心 因为我们几时向神回转 神就向我们怎么样 回转 神没有转动的影 好 如果你看 你们你们都不懂 可是当我不想看你们 我叫坏过来 神就跟我原理了 可是我几时会转 神没有转动 是事物的问题 我愿意没有做 寻找就寻找 我真的学了 所以我发现 我今天 根本不是牧师讲的好讲 而是我们心对不对 请记得一个聚会 一张圣经 你一场聚会 不管是三十人钟 或一个钟头 你有一句话 你看你就够了 就好像百夫长 来耶稣面前 耶稣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每天明修就跟神说 今天我要一句话 那我们说 好不好 我们一起听到这 说我们真的需要有一句话 今天我们大概第一次 把圣灵感动 为什么是四人书 简单的介绍 但我们需要真理的灵 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 重点不是我们更清楚 圣经背景 更让我们在跟随耶稣 认识耶稣 以在生命的成熟度 一天比一天更有耶稣 赞成的神亮 主啊 这是我们上课想要的 你恩戴 主啊 特别为我们今天有新来的 要准备要受血 继续感动 我们中间有身体不舒服 也有穷尼 主啊 让我们透过读识福音 要看见耶稣 祝你是行歧视的神 主啊 你不只是在两千年住 今天照样 主啊 你说信得着 救命得着 让我们来敬礼你 所以为 主啊 丰收神愿 向求恩典 你扩张 主啊 将寻求你的人带过来 愿你自己恩戴 所以恩戴 在这里每一个 让我们一天比一天 更加长大 也恩戴我们 主 让我们每天 来读两张 试福音的时候 不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功课 让我们真正是 透过读你的话 你就赐下智慧和启示你 让我们更更是你 而透过主啊 耶稣是谁 让我们这不只是知识 知道耶稣 让我们尽力说 我可以见证耶稣是谁 谢谢你 赐我分享 脚步 祷告 靠耶稣的名 阿们